也是首相女儿的公正党副主席努鲁依莎 辞去了首相高级顾问职 但是转任财政部长五人顾问团的秘书处联合主席 国盟打吸牛乳区国会议员拿到旺塞夫认定 这是名副其实的裙带关系必须纠正 旺塞夫就炮轰 这让国家蒙羞更讥讽安华和西盟 与巫统以及国阵同床以后 连原则都可以丢弃了 土团党宣传主任旺塞夫 今天在国会走廊召开记者会 先形容努鲁的委任让举国震惊 他批评这种任人为亲的做法实在不应该 这就是犯罪独 这就是判断独独 就是原则曾经被宣伤 安华和亚伦和亚伦和亚伦 在法团的合法 哪个法律安华 还在这段时间称之后 对这种判断独独 虽然努魯这个新职位并没有领取薪水 也据称没有实权 但旺塞夫质疑这说法 他认定一定程度上努魯有决策权 他提醒首相安华尽快采取行动 不要让国家深陷这种风气 记者进一步追问 言下之意 他是不是要努魯辞掉财政部长五人顾问团 秘书处联合主席职 他回答说 谈论的实际上是这种不良风气不该存在 而努魯只是单一个案 但旺塞夫说努魯最好还是辞职吧 与此同时 国会今天上演彬彬有礼的一幕 在部长问答环节中 行动党八眼区国会员林冠英 以及行动党马六甲市区国会员邱培栋 同时起立 两名火箭同志发现对方也站了起来 不约而同将发言权优先让给对方 另外在衣装指南上 一如外界所料 国会员出席国会时获准布达领带 至于原有的星期四的八敌着装要求 则维持不变 根据记者观察 团结政府部长们和后座议员都开始响应布达领带的新政策 不过在野党国盟领袖们却相反 领带一律 打好打满 至于媒体也不必困在媒体室了 随着疫情趋缓 媒体终于可以驻守在国会走廊 但是根据本台向国会官员查询 媒体不能像以前那样追访部长或议员 如果要专访就预约 如果有课题要访问 就请当事人移驾到记者会区域 反正就是不要混混乱乱在国会走廊追访 但是边追边访 原本就是媒体的办公模式之一 而且更及时 也可以针对课题第一时间逮住政治人物 避免他们回避媒体 八德空间许文杰张亦柔国会大厦报道 八德空间许文杰张亦柔国会大厦报道